《承報》 增足港人物事事政治化 2015年7月13日 兩岸A13 本部兩岸早報導 承施毅增在香港就讀中學 生前增多次訪港 並增丁足港人不要事事都政治化 否則只會被邊緣化 希望香港按其名字辦事 要居安施毅 另外 上海股市本輪暴跌之前 創業版一度被股民瘋狂追捧 其實承施毅早就提醒創業版股值過高的問題 認為投資人期望過高很危險 而只有通過市場衝洗才能看出真正有發展的企業 承施毅與香港頗有淵源 增在香港鄉島中學讀書 多次參與《基本法人大釋法》 2007年訪港市增在一場記者會上提醒香港不要事事政治化 直指香港金融中心地位受挑戰 港人必須自強 如果你整天在哪搞什麼政治 搞哪個 花了很多精力 搞哪些事 搞搞震 你不去搞經濟 必然會被邊緣化 另外 在上海股市本輪暴跌之前 創業版被股民瘋狂追捧 身為中國創業版支付的承施毅早已提醒創業版股值過高等問題 認為股值高就及投資人的期望過高 這是很危險的情況 盛施毅指出 創業版還是個孩子 要幫助他健康成長 不能要求太高 不過 他同時相信 中國創業版中會長大 總有一天成為中國的納斯達克 如果是否必須接下來的情况 跟其他人一樣 感谢观看